本期节目由Land Research、柯令研发赞助播出 5G、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和物联网这些先进技术的进步 也推动着半导体技术的前进 全球前三大半导体设备商柯令研发 为半导体产业提供创新的晶圆制造设备和服务 让台积电这样顶尖的晶片制造商 能制造出体积更小、速度更快和效能更好的电子元件 柯令研发是优秀人才汇聚的大家庭 近期荣获财富杂志并选为全球最受推崇企业 并在富比式杂志的全美最佳雇主排行中名列前茅 柯令研发重视人才的企业文化 使他们拥有业界的领导地位 秉持多元共荣的核心精神 充分付权给每位员工 支持他们发挥所长 无论你的专业领是什么 从营运到供应链管理 从工程到客户服务 你都能在柯令研发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也有志成为推动科技前进的一员 欢迎你持续关注柯令研发的最新消息 详细资讯请见节目的说明栏 欢迎收听大人的Smoke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 我是Brian 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见面 今天这集是久违的职业大百科系列 我们的职业大百科如果老听众就知道 我们都会请一些业界很优秀很厉害 很有代表性的一些专业工作者或是主管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透过他们个人的分享 也了解他们的产业 了解他们的公司 也了解他们个人成长的历程 那今天非常难得 我们请到了一家在全球非常厉害的公司 如果你对科技业 对半导体稍有了解 或是你自己有在投资 你一定知道这家公司 它就是全球前三大半导体设备厂的柯令研发 那你知道我们请到谁吗 来我让他自我介绍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主管 请两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William 现在目前担任柯林研发台湾区的总经理 今天很高兴借着大人的small talk 有机会跟大家透过这个podcast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CT我是营运副总 我目前担任这个营运的所有的项目 也很高兴今天跟各位能够聊聊 谢谢 哇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吓到 我们把这个柯令研发台湾区的总经理 还有营运副总经理都请到现场 分别是William跟CT 那这两位都是半导体界想当当的人物 今天我们难得请到他们 也想跟他们聊一聊 透过他们的分享 让不管你是不是想进科技业 或是你已经在这个产业 或是你对于职业很有企图心的人 我觉得今天这一期 我们可以从这两位前辈身上 应该可以学到很多 那我先问一下 两位可不可以让我们 尤其是William跟我们说一下 柯令研发在整个半导体产业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们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是 柯令研发就如同刚才Bern所讲的 我们是全球前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商 我们为了半导体产业 提供创新的晶圆制造设备和服务 让晶片制造商像台积电 Intel 三星 这些厂商能够制造出体积更小 速度更快 效能更好的晶片 那希望能够让社会大众的生活 能够过得更好 这是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上下游 如果把产业分开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项目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产品IC设计 其中包含像说这些设计商 或者是做这种EDA 这种自动化设计的服务厂商 这是第一大类 第二大类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半导体设备商 第三大类可能就是像做晶圆制造 如同像台积电 Intel 这些晶圆制造 接下来就有封装 还有测试 就像我们国内的这些封测大厂 这些大概可以分这四大类 其中如果我们讲半导体设备商 除了像Land Research 这个颗粒研发之外 像大家最近也常听到 埃斯摩尔这样子 也是这种晶圆设备商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讲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可是其实台积电它背后 它要生产出这么高品质的晶片 它背后需要超级超级多的设备 这些设备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像科林研发这样的公司提供 是的 那我好奇问一下 你们公司主工的 像我们知道 埃斯摩尔比较偏 类似光科技 那你们主工的设备是哪 哪几类 说不定我可以分这样来看 在晶圆制造上面你可以 它其实大家所知道 它可以从数百个到数千个 这种制造步骤 那你这么多的复杂的步骤 其实它是常常是重复性的 做很多不同层次的做法 那为了成功制造出这些晶片 半导体制造业者需要 很先进的制程技术跟制造设备 而科林研发 我们身为说世界半导体设备的 领先工艺商 我们也完整的产品组织 包含刚才所讲到的 薄末层机 电浆石科 光组去除 晶圆晶洗等设备 我们其实这个算是 广泛的应用在整个半导体 制造过程当中 那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都离不开电子产品 每一个电子产品的核心 都是一个数个 甚至更复杂 更多更复杂的这种晶片 每个晶片上面 都有很多的电晶体 对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红的 Chat GPD 它所用的GPU 每一颗晶片上面 大家知道吗 它可能有超过 800亿个电晶体 那每一台这样的AI server 上面有超过数千个 这样惊人的晶片 这些晶片都需要用 最先进的技术 和设备来制造 科林研发的设备 就是用来制造出 这些半导体元件 也可以说是 几乎市场上 所有的先进制片 都是有用到 我们的技术来制造的 所以你们的产品线 其实蛮多的 整个制程 你们涵盖了 很大的一块 没错 是 那我待会儿也想问问 这个CT 刚刚我们在访谈前聊天 我才知道CT 其实在科林研发 待了快30年 是不是 还是超过30年 31年 31年 所以您功耗是2号 实际上应该是1号 应该是1号 原来的总经理 包括排到2号 所以其实你是第一 在台湾的第一位 员工 那这个要问问你 这个要打进 因为我自己以前 其实我们公司 是做专案管理的顾问 所以我们也算是 台积电的协力厂商之一 所以我以前有经验 要打进台积电的 这个生态链 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们的要求很严格 那我好奇像科林研发 这个设备商 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 我也想问问CT 就是可不可以 稍微简单讲一下 科林研发在台湾的历史 大概是哪一年开始 进入台湾 然后你们是怎么 这样子一步一步 打进台积电的供应链 对 其实我那时候加入的时候 1992年 那时候就是 我们科林研发 就是开始在台湾找员工 那个时代 还是到代理商的时代 代理商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主导代理在台湾 对 那后来总公司就到台湾来找人 那我是第一个 那时候我在台积电 我是从台积电出来的员工 我那时候1988年 在台积电一场开始 那后来也蛮好玩的 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吵 所以这个值班的工作不适合我 因为小孩子从小就很吵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台湾找人 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国外的生活 因为我有去过美国 对 吹年也了解这家公司 真的是很特别的公司 待会William可能会再进一步介绍 那就是这个公司很特别 那我就这样 我在1988年在台积 然后1992年就离开台积 然后从此就加入科典研发 OK 那我们后来在1993年就正式向内政部登记 所以科典研发是很奇妙的 因为大家知道科典研发是Land Research Land就是Lam Lam就是双木林的意思 它是跟中国人有关系的 是一个叫David Lam Founder 他创立公司的 是一个华人在美国创立 是华人在创立公司 所以后来就是一个双木林 那我帮这个公司取了名字叫做 因为跟科技有关系 所以我们叫科林 那后来research我们不叫做研究 因为这个太学术了 研发有个发字不是很好吗 对 科林研发 所以你说这个名字是你当时取的 原来如此 然后因为早期这个名字叫做 在中文直接翻译叫林氏研究 所以内政部说你这个是有家族企业的嫌疑 就被退回 就不准登记 那后来科林研发就被采纳了 太有意思 因为我在家里准备今天访谈的时候 我就脑中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叫科林研发 因为你们的英文是land research 可是我想一想 这个问题好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结果你今天回答了 解决我的疑惑 我是觉得你们公司真的很重视研发 你看名字就叫研发 对不对 真的是蛮特别 那我接着也好奇想问CT 因为CT这个是公司里面算是一号员工 所以从工程师基层一直做到今天是营运副总经理 我也其实蛮好奇的 你中间过程中还做过哪些职位 我中间上做了很多的职位 几乎大家可以想到的职位大概都做过了 我虽然31年但是我大概把它归纳了一下 我大概做了十几种工作 从技术从工程师开始 一直到做部门经理 到制成的经理 后来又去做亚太的marketing 就是行销的部分 最后又做了业务 有一段时间做了业务 后来我就慢慢就转向成做 我们叫account 就是一个大的主要的客户的主要负责人等等 就一路当然也做过副总 申请也有一段 也兼任到总经理等等 后来还到美国到大陆去支援等等 所以整个还蛮精彩的 就是说整个科研发提供员工很多多元的发展 是造成 我今天才有办法做31年 而且还能够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可以发展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提供我们很多的机会 我们的听众有蛮多 也是在很大型的科技业上班 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说 工程师应该一直做到50几岁 都是工程师 怎么会突然去做业务做行销 业务行销甚至做到营运的副总 这感觉是不同的专业 对不对 可不可以大概简单讲一下 您是怎么从工程师 其实都是很多东西不在我的计划里面 对 比方说工程师 像我们一直做工程 我自己对工程跟技术 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我自己还包括有一些简单的pattern 我都有 其实在台湾 我们都还是有申请一些专利 有两个专利是我们写的 但后来实际上是intro仰差 因为这个业务完全是 因为看不惯其他业务 做的不好的成绩 然后花了一大堆心血 没有得到回贵 那我们就说换我们试试看 所以我们就讲 这是motivation 让我们试试看 我们只要跟他做一样的东西 我们会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尤其我们是 这个行业非常重视专业 非常重视技术 还不是说刷嘴皮子 或是做entertainment 跟人家交机并筹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还是技术本位 还是客户服务 这它是最重要的 这我非常认同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既定印象 觉得好像业务 就是要刷嘴皮子喝酒 其实不是 你如果真的进到一家 非常非常专业本位的公司 反而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你对于做行销 对于做业务 反而你是更有一个筹码 因为这整个公司 跟你的客户 都是在乎技术的 而且我很喜欢 CT讲的一点 就是我自己有一些 学生或是听众 他们在上班的时候 遇到一些不顺 比如说业务表现不好 或是其他部门的人 感觉合作很卡 他们的反应是比较消极的 就是回家找朋友喝喝酒 然后就骂其他公司 骂其他部门的人 可是你刚刚的看法不一样 你就说如果这件事情 我们期待他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 下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是 一种can do的精神 就是我来做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刚刚CT跟我们讲到了 他自己在台湾 是1992年进入台湾的柯林 一直到现在的意识 这家公司 我们一开头提到 它是全球前三大半导体 供应商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 他的最早创办的是一位 华人的工程师 这边我想请威伦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家公司的缘起 是 谢谢 其实就像刚才CT所讲的 我们公司在 我们的创办人 David Lam 在1980成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公司 它已经从成立到现在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总部我们位于在加州的 Fremont 这一个城市 营运据点而散播在全球各地 我们在美国 奥地利 南韩 马来西亚 甚至台湾都有生产中心 到去年年底为止 我们大概19200位的员工左右 我们也是NASDAQ的上市公司 也是美国财富 Fortune500大的企业之一 我们在去年才刚欢庆了 我们在台30周年 非常有趣的一个 纪念的Milestone 然后我们在台湾 目前有7个office 也可以说是客户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尤其为了要提供客户 更即时更优质的服务 我们在去年甚至扩大了 我们台南的整个全新的办公室 希望能够对于我们的客户 有所帮助 此外 其实我们在柯林研发 在台湾有两个 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地方 第一个是我们有一个 完整的石科 薄膜层机跟晶圆清洗的 产品线的技术训练中心 也算是提供领先业界的 最完整的教育训练设备 然后也提供了最新的 Virtual Reality 这种所谓的虚拟实境 这样的一个训练设备 希望能够提供最新颖 最及时的这种训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甚至在去年正式开发了 我们的所谓 台湾技术开发中心 我们所谓的 Tayuan Technical Center 来作为我们全球 我们全球这个R&D R&D这种研究开发的中心的 脉络的伸展 也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就可以做研发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设施 来够提供客户 如何能够缩短 他们从研发到量产的时程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自己 对于我们的客户 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 其实我们柯林研发 在桃园有一个 领先业界的最大的生产中心 可以说是全台湾 最大的半导体设备 生产中心 就在我们台湾 所以你们在台湾 就有生产线就对了 是 这个确实 这个是非常特别 而且我们从一开始 合资到前几年 变成是独资 去拥有这一个生产中心 在过去的三年 它成长了四倍 然后它的现在目前生产规模 算是我们柯林研发 在全球各地 最大的生产设备中心之一 更不要讲说在全世界 它是在台湾的所有 全世界半导体设备上 它是最大的 最具规模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 柯林其实是一个 全球跨国的公司 可是在台湾 算是它的重镇 对 它绝对是重镇 不管是在生产 或者在营运 或者是研发 它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设施之一 所以你们公司真的平常还蛮低调的 很少听到 在媒体上有听到你们对外的一些介绍跟宣传 不过仔细一听 你们的规模确实 还有地位比想象中要更大很多 那这个想继续问一下威伦 刚刚问了CT 他从工程师一路成为公司的高阶主管的历程 那我们更好奇 因为毕竟很少人有机会在职场里面 当到一流外商公司的总经理 我可不可以私下问一下 你是怎么度过你的每一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其实我的每一天 可以说是在前一个晚上就开始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步调 跟他的工作习惯 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 只有说适合不适合 那像我刚才说 我每一天就开始 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 我的习惯是在于说 我希望在每天睡觉之前 我能够完成所有该完成的事 处理掉所有该处理掉的电子邮件 那我会在睡觉前10分钟 3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来看一看说 我隔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去处理的 那我在明天要提醒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会有什么样的 该做的事情该说的话 我会在前一天稍微做准备 然后在隔一天起床之后 我习惯早一点进办公室 大概都几点 我大概说5点55分起床 然后大概习惯 大概6点半的7点之间 到达办公室 你7点前就进办公室 而且这大概几十年的习惯 都是这样子 就算前天再晚 我大概都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步调 那其实这有一个好处是 当我进入到办公室 我可以有机会看一看说 在过去睡觉的这三五个小时 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 需要我急着去处理 那如果有话 我就赶快去做一些回复邮件 或做一些处理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可以开始来看一看说 当我前天晚上所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可以花一点时间 属于自己的一个安静的时间 开始来做 接下来到大家上班了 陆续进来了 我们就会开始开会 那你们也知道说 其实每一家公司 大概都会有这样子 所谓的operating rhythm 你会有一个管理上面的节奏 那不管是在柯林 或者是我们之前服务过的公司 我们都会对于每一个员工 都会所谓进行所谓的有团体 或者是个人的KPI 这种所谓的绩效考核 那身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 当然是要最终的结果作为负责 要确保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些 短中长期的目标 甚至超前我们的进度 也同时要希望能够借此 能够on job training 培养我们的人才 我们希望在这些的考虑之下 我们会有每周 每个月 每季每年的会议 有时候是针对单一部门 有时候是跨部门 甚至全公司 但有时候也是可能是 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针对这样的会议 如何透过不同的会议进行的方式 对于每个不同的参与会议的人 我们都会进行不同的会议进行 那如何作为有效的一个会议管理 其实是我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除了在每一天的会议 跟处理文件之外 有几件事情 是我会特别花心思去做的 因为除了说 身为台湾区总经理之外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就是我同时也带领的 我们所有全球各地区的研发长 我是他们研发长这些会议的主席 所以我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帮着 看看说如何协助克林研发 去培养这些科技人才 希望能够提供我们 有比较好的培养人才的规划 让它成为是我们克林研发的 一个竞争优势 这是第一个比较特别 我会花心思的 第二个身为台湾区总经理 我会希望说我们克林研发 如何成为我们所有同仁的骄傲 希望能够不管是从系统面 制度面或是执行面 提供给所有的同仁 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让同仁觉得身为是 克林研发的一份子 而觉得骄傲 这是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做的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 身为总经理在这个职位上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个 良好的企业文化 对这个超级重要 然后甚至要找到对的人 而且希望确保每一个人 在他们的位置上 都有机会去发挥 他们最大的潜能 整个公司的组织效能 能够因此而提升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于一位总经理来说 文化永远是一个员工 他最后能不能待在家公司多久 最关键的因子 另外身为一个外商的总经理 我认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任务 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代表公司 去面对客户 然后让公司能够成为客户中 心目中最值得性爱的伙伴 另外反向的 我们如何能够代表我们的客户 然后争取到公司最大的资源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桥梁的工作 所以看来大家都很向往 可以在职业上很成功 当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可是你刚刚听了 沃伦这样的介绍 也许你会发现这背后的代价 跟付出好像也不小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就像说我平常比较早上班 我也习惯说我晚上就下班的时候 我会尽量的准时下班 那除了跟客户的晚餐之外 有一些总是有些晚餐要跟客户进行的 除此之外 我其实都能够说稍微简单的 维持简单的步调 去吃个晚餐 那我就可以多一些空闲的时间 比如说在晚上比较多出来的时间 我就可以去处理 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要回复的信件 或者是折充一些事情 就可以透过这些时间 那剩下有空的时候 我还是可以找到时间 去运动 去附近的操长走一走 那甚至可以说 还有机会看一下说 女儿最近在念什么书 我可不可以学的 也去看一看 彼此父女之间会有共同的话题 那甚至还有空偶尔也可以看看Netflix 尤其在疫情之间 还可以看一下Netflix 其实还是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然后甚至到周末 我会尽可能把时间留给我的家人 带着可能会睡得晚晚的 平常都很早起床 但是周末可以睡得晚晚的 然后带着太太带着女儿 去她们喜欢的餐厅 去一起吃饭 然后有一些比较很平和的 很温暖的一个家庭时间 我认为那个其实工作跟家庭 或者生活上面的平衡 我觉得是其实是做得到的 我一直相信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投入 当我们能够有机会放松的时候 就要尽情的放松 就像我记得大概三四十年前吧 我那时候在求学过程 当然有有稍微辛苦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很有智慧的爸爸告诉我 压力越大 心情要越轻松 我想那句话 其实让我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都能够有机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常常他们会觉得说 觉得我压力很大 应该要压力很大 那为什么看起来都还能够 相对的 像是稳定 能够笑脸赢人 我想那个心理的平衡 是重要的 不过我刚听您这段分享 我感受到一种极大的自律 就是你把你的生活 主动规划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一步一步的 什么时候该起来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因为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说 Brian的一天怎么过 我可能一下还讲不出来 因为我每天可能都想到什么做什么 不过这一点确实我学到很多 没有 但是Brian相对的 你同时就因为这样 所以你的发展就更方便 更全面 比我们过得更精彩 那我也蛮好奇的 刚刚William也提到 你们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 非常重视培训员工的 那我也好奇 如果对于年轻的上班族 他有一天也想要成为 一流科技公司的高阶主管 甚至总经理 你觉得在你的经验里面 什么样的人需要 这样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题目 这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其实 要成为外商总经理的条件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经理人 都有他们独到的条件跟见解 应该不会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试着就我个人的经验跟想法 提出几点来让大家想来参考一下 除了一般所要求的沟通与外语能力之外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我认为是重要的 第一个我认为身为一个总经理 他需要能够体现 并且带领公司的整个核心价值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实行组织的企业文化 那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这个核心价值是不是能够体现 而且是成为一个role model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呢 我认为要成为一个总经理 还有一点重要是你要有大将之锋 你如何有executive的presence 能够在不管是客户的高尖经理 或是在内部 你能不能呈现一个大将之锋 有那样的气度 我觉得是重要的 我可不可以追问一下 你所谓大将之锋是指说 对待人外显的态度 要非常自然 非常的稳健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你觉得 大将之锋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觉得第一个 能够很沉稳很清晰的 说明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境界 一个理想 能够很清楚的沟通自己的观念 而且发挥影响力 我觉得影响力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认为的大将之锋 而且不管是在高阶主管 或整个组织 我们在这样的位置 其实我们要代理一群团队 我们如何能够把自己心目中的 理想讲得出来 去带着大家往前走 我觉得那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对的对于在高阶主管 面对客户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很清楚的代表公司 去说明公司的立场 然后进而影响 客户对于我们公司的印象 我觉得那也是重要的事情 还有哪些特质 还有几个我认为很重要的 包含像我们觉得要策略性的思考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 毕竟是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个 在各个区域的主管 我们必须要有能够有 整个大公司的思维 注重团队合作 因为我们都是在很复杂的一个 metrics的organization 我们叫做矩阵型的一个企业 如何能够有一个很好的teamwork 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身为总经理 必须也要有enterprise 跟financial的这种观念 能够有financial operation的effectiveness 我们所谓的财务与管理的效能 这是重要的 另外如何培养下一代的经理人 这个leadership的development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就像我一直在 对我们所有的主管常常提醒的 我们其实受过很多人的 照顾才能够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 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相对的 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 我们这些同仁的职业生涯中的贵人 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能够培养下一代的经理人 确定我们公司能够持续发展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另外有两点 我想特别提出来 是对于外商的总经理 非常非常重要的两点 它虽然是我们的所谓的核心价值 我们公司有九大核心价值 其中的这两点 我认为是对于外商经理人 特别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 我们所谓的inclusion and diversity 就是所谓的多元与共荣 第二点则是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互信与尊重 为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 我想提出来是 因为其实在外商 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们都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地理上有也会离开的很远 对 那如何能够具有包容心 确定说我们都能够得到各种不同人才 在很彼此尊重的环境之下去发挥所能 我觉得是外商总经理必须要有的一个态度 因为大家都在看高层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模范 就是很多公司多元是用讲的 有些公司是真的 大家就是看这个高层主管本身的行为 是的 我觉得leading by example always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很认同 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很向往成为职业里面的佼佼者 不过我们却很少听到现身说法 所以其实这确实是要做到这个职位确实不容易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细节都需要去注意的 那我接下来也好奇也想问两位 两位在科技业以我的观察 我觉得两位都是非常非常优秀 说真的 你们在就算今天不在柯林 在其他任何产业 我觉得你们都会是成为佼佼者 这我就好奇了 所谓良情则目而期 两位当时是怎么决定要留在这家公司 持续发展 我相信你们一定当时在选择的时候 手上也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那刚刚两位当时也一直聊说 科林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司 很特别的公司 所以我想问一下当时在你们的观点 你们觉得这里特别在哪里 为什么值得你们奉献出你们的职业的生命 我想我就先讲 威廉先讲好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在过去三十年 服务了几个非常好的公司 也遇到了几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贵人 他们对我的工作态度 想法与格局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认为一家公司要在半导体产业生存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必须全公司上上下下都能够一心 然后不断的努力 才有机会不被淘汰 是 那这么多年下来 我觉得每一家我服务过的公司 都有他们特有的文化 然后也有他们竞争优势 比如说在我之前所服务的一家公司 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有非常强的团队的精神 与向心力 都很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那全部人在这么复杂先进的科技制造业 能够一直追求卓越 都没有松懈下来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他们也在企业文化上 真正做到所谓的ICIC 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精神 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那当然我也参与过几家 很了不起的半导体外商的企业 他们也都有他们好的地方 也有很优秀的企业文化 但是当初我会考虑 从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外商公司 来加入克林研发 其实是思考好一阵子的决定 那其实呢 一直以来 克林研发都以Execution 执行力闻名 闻名于业界 那他们对于客户的 所谓的客户至上 一诺千金 此事求是精神 其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非常的惊人 他在先进制程技术上的 领先定位呢 并没有让他忘记说 他能够稍微松懈 而他不断的持续的 为他的客户说 能够多想一点 多做一点 那也因为他持续不断 跟客户的合作 然后去一起去挑战新的技术 才能够让他保持到 今天的领先地位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那所以我三四年前就加入 就决定加入克林研发 到今天为止 我都一直觉得 他是一个令人忠心喜爱 令人信爱的一个好公司 也造就了他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那我觉得他的新价值 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 其实很多公司 因为我以前当企业的顾问 其实几乎每家公司 他都会有他的slogan 都会有他的mission 可是我觉得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执行 对 这个写在 这个mission statement的文字 大家都可以写得很漂亮 可是你真正要进到这家公司 真的有跟他接触过 跟他有合作过 你才能感受到 他们是只是写在纸面上 还是他真的执行 真的落实 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其实我另外想提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 克林研发 是如何的以人为本 出发的一个公司 我们与最近这三年 影响人类 全球人类最大生活的改变 大概就是新冠疫情 那时候刚刚好 我也曾加入公司不久 我想举个例子 为什么克林研发 会有这么多 像CT这样子 超过30年的员工 20几年的员工 比比皆是 他如何的以人为本 我就以这个新冠疫情为例 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 大家当然都很紧张 不晓得怎么样子的接触 会有会得到这么严重的 一个疫情的感染 那时候呢 我们持续都在各地 为我们的客户服务 那我们的工厂呢 也持续的在 能够在这种很紧张的时候 还能想办法尽量的去提供 我们的设备的制造 那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很多员工 或者在全部的就业的人口 都会觉得说 每天上班变成是 一件危险的事情 那时候 当很多公司开始在警觉到说 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个 经济上很大的挑战 开始要去想办法去节省成本 柯林研发做一件事情 他给所有全球的员工 每个人1000元美金 在那封由CEO写出来的email 他告诉所有的员工说 我们目前遇到个 以前未知的挑战 那或许你有需要 用到一些即时的现金 或许你看到你周围的小商店 或你的家庭 家人朋友需要一笔钱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小小一笔 公司的心意 能够提供你即时的帮助 或者是让你去帮助 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一听就觉得 我来对公司了 这真的很特别 全球的所有员工都有 第二个 大概不到两个月之后 整个加州就决定 要shut down所有的business 但是我们透过很多方式 告诉了美国政府说 我们是属于很重要的基础工业 不能停下来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需要帮忙 加州政府也同意了 那这时候每个员工 虽然接到指令说 可以回去上班了 但是其实大家心里 一定是有很担心的 那相同在各地 在服务各地区的客户的同仁 也会有类似的担心 公司为了鼓励他们 就说再多发一千块美金 给这些直接的人员 当做谢谢他们 愿意为公司 为了我们客户 愿意去做这样的牺牲跟付出 同时我们公司 不只是对员工的付出 我们为了觉得说 看起来整个供应链 可能有问题 我们甚至增加了 20%的库存的准备 甚至打掉了几面墙 让这种所谓的social distancing 因为要构造 要开始能够工作 它要维持 比如说在美国 要维持6英尺 那变成以前可以负担的 这种facility不够大 我们甚至把墙敲掉 就把它放大 让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除此之外 还多增加了20%的员工 还增加招募 对啊 大家在说开始放无心 叫我们反而再增加员工 那就有员工在员工大会 就问了我们的执行长 说大家都在节省成本 我们这样的扩大投资 会不会有危险 那时候我们的执行长讲一段 我一直都记得的话 他说 我们如果能够提供客户 更好的服务 我们就要尽全力去做 而且我们对公司有信心 我们现在的投资 早晚有一天都能够被recover 没有什么比资源 我们的客户更为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来做 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一个公司能够彻底 从头到尾为客户着想 为员工着想 你会觉得那是很感动人的事情 结果呢 也因此这样子 我们到第三季的时候 我们的营运结果 超乎大家想象的好 是 那我们知道有些公司开始在 甚至在做裁员啊 或者减薪的动作 我们在那一季 所有在处长以下的 所有员工再多发1500块美金 给谢谢各位的努力 那到第四季 觉得大家成绩都还不错 别人在放无薪假 我们多放了有一天的有薪假 谢谢大家的努力 那也因此 我们全公司能够上下同心协力 然后照顾员工服务客户 有好的成果 我会觉得 一家公司在顺风顺水的时候 你要说到员工能够很被motivated 就是很受鼓励 大家心情很好 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但是困难的是 当你一个公司面对挑战的时候 你如何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那是决定一个公司高度的时候 我觉得刚刚William分享完这一段 你们那个HR招募的信箱 可能会被塞爆 很希望有志者都能够加入 柯林研发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公司 它不见得高调 但是它就是一个实在的公司 我刚刚听你听William这样分享 我不知道可别这样说 我觉得你们公司的核心精神 是非常强调长期主义的 就是你们比较不是 现在有钱赶快捞 所以你们才会花时间去处理这些 看起来好像短时间没有明确效果 可是比如说像人才 或是在疫情期间确保大家的安全 这些可能短时间不会马上有成效 可是对你们来说 这是值得做 你就会去做 是的 这个确实是以台湾现在的企业界来说 这算是不常见 当然还是有一些企业也是长期主义 可是确实以我自己接触 确实真的很难得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问CT 您是很有代表性了 在这家公司待了那么多年 我相信这三十年间 一定也很多一流的公司 可能会对你招招手 或是希望网罗你 可是您最后还是决定待在这里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Bryne 蛮厉害的还知道 的确有很多公司上都给我offer了 一定的 这很正常 我亲自拿到了两三封 还有这好朋友开的公司 也跟我招手了 最后一刻还是没离开 终究还是我觉得喜欢公司的covalu 这是核心价值是完全重要的 比方说刚威林有提到部分 那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比如说 neutral trust and respect 我们还有open communication 这些看起来似乎简单 但是让你要做到 人人都这样做 算不容易 对 但我们公司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们公司很少有 我们讲说 Pelito game 意思说我们不玩私底下 给党结派正式大家来 这个味道在我们公司 几乎无目太少 这很特别 很难得 在其他公司包括外商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公司在这方面 那个味道是很淡很淡 几乎看不太出来 大家留在teamwork上面上 是非常重视的 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不是强调英雄主义等等 当然除了这一外 我们公司非常 因为技术本位 包括威廉 你看大家也是技术出身 我自己的技术出身 我们不只是foundation 就是技术是本位 第二个innovation非常重要 各式各样创新 所以你看公司 为什么可以走得那么好 是因为一大堆的innovation 在我们前面 包括现在很多 不管台积电 或其他memory公司 他们在很多技术的突破 都需要我们来support他们 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快速的达到 目前大家都知道 已经到两奈米以下 或是以后马上要走到一奈米 很多技术上的突破 真的需要我们这家公司的提供 那细节不讲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 在技术方面 但是就说这家公司 是非常重视 不只是技术 还有各式各样的innovation 包括各式各样的 就是给客户的所有的 我们叫CIP Continued Improvement Plan 就是继续的改善 目前的东西 而且还快速的领先 这些所有技术的部分 这是我觉得这家公司 是非常特别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叫科力研发 就是说我们在科技上面 的确在很多的突破 有些领域 甚至没有我们这些重要的技术 跟机器的话 实际上它就等于停摆了 没错 所以是非常鲜明的东西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继续 很多新的发展 可以在ESG上 可以降低一些wastage 就是耗能耗电 或是耗这个很多 产生一些废弃等等 我们都在积极的做 我觉得这个公司 是非常正面的 主动的影响 这个客户所需要的部分 对 我想你在这家公司 这样持续深耕30年 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他没有你收的这么好 你不会用你的职业 都贡献在这里 我自己蛮想呼应一下 这一段 因为我有很多学生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 甚至是走技术领域的工程师 或是很专业的这些人员 那他们有些时候 从公司离开 最大的原因就是人 他们觉得公司里面的老板 讲一套是一套 或是公司里面 有很多斗争 你做得好 不一定能够上升 反而是还有可能背黑锅 然后有一些 比较会玩一些政治的人 反而在公司能生存 那他们就很不高兴 就离开了 所以我蛮认同威伦讲的 这个公司的核心里面 虽然听起来有点抽象 可是他如果真的能落实 他反而是抓住人才 一个最关键的核心 威伦你觉得呢 是 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就像我在每一次 我们每一季都会有一个 所谓All Employee Meeting 是 等于说 全公司的 全公司的员工 我们在All Employee Meeting 我们会做几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会跟同仁 update 我们每一季的公司的财务表现 然后呢 公司最近的一些 新的发展方向 然后甚至我们local 在台湾的一些进展 然后有一些表扬 一些好的人才 他们优秀的事情之外 我们其实到最后 我都会用一个地方 作为结尾 就是这个公司是我们所有同仁的 我们都有责任让它变得更好 我们的所有同仁 大家的责任是告诉我 哪边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公司哪边还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而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排除这些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障碍 来协助各位同仁 让他们能够有所发展 是 不管是在制度面 或者在人事上 或者是在他们生活上 如果有些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所有管理者的责任 这就是一个大家的公司 就是一个大家的大家庭 另外我想再补充一下 刚才CT所讲的 我觉得也呼应刚才Brian 你所提到的说 为什么我们公司可以在业界算是领导者之一 我认为像我们从一开始公司成立之外 我们其实很花很多时间在研发上面 我们持续的在投资研发 举去年为例 我们整个研发成本是17亿美金 花在研发上面就17亿 大概500亿台币左右 那看起来这个数字500亿是一个数字 那有多大呢 我们以我们台湾的最高学府 台湾大学来讲 500亿相当于是超过他们三年的大学的总预算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commitment 一个对于客户的承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只是我们在全球的布局 还有这些贴近客户的这些办公室 这种的成立 这个让我们除了说能够就近服务客户之外 我们也能够吸收到全世界各自的人才 这两点其实是我认为是 刚才CD讲我们能够continuous improvement 然后做innovation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两点 不管是在研发的资金或者人力的投入之外 其实这些只是生存条件之一而已 我们认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我们希望公司就是客户最信赖的伙伴 我们跟着客户一起去挑战 认为最困难最有价值的问题 而且不断的把他们当为是我们的priority 我们的优先顺序 透过协助他们去挑战这种最困难的问题 不管是在制程的开发也好 或者是说产能的提升也好 或成本的降低 甚至刚才CD说讲的绿能 或者是说智慧制造 只要这是一个对于客户有用的 能够发挥影响力的 有价值的挑战 我们都愿意去做 因为这样子的信赖伙伴关系 我认为是根深蒂固 在柯林研发的企业文化里面 而让我们去做不同的努力 去做innovation 去做创新 去做挑战 成为客户合作的信赖伙伴 这样的关系才能够让我们 能够有今天的一个技术地位 跟领导的领导业界的一个 算是业者之一 我觉得这样子的企业文化 是让我们觉得令人喜爱的 令人放心的 所以听到这里 其实企业以人为本 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 非常非常鲜明明确的企业文化 真正优秀的人 他也不一定会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也好奇接着问 两位在公司里面 这些年一定也 面试了很多的人才 网络很多人才到公司 今天就来泄提一下好了 如果一个年轻人 当然假设他本身的专业是够的 你们会在评选新人的时候 你们会看中一些 怎么样的特质 什么样的人 你们会觉得很适合加入 不然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我就先回答了 CT可以再补充 其实我在过去这一年 我也在几个大学 有特别有一些机会 我就对于这些年轻学子 鼓励他们 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然后有机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来加入半导体这样的一个行业 我认为以个人特质 基本条件来讲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我认为诚信正直与勇气 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 只是持续进步的信念 永远不断的学习 永远不断的进步 这是我认为两个个人基本的条件 另外我也跟很多的学生提到说 提升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重要的 那讲起来简单 但是也很广泛 我提出了五点 请大家去想一想 第一个语言能力 尤其是外语 这个能够让我们看得更远 吸收更多的知识 以更快的速度 我觉得语言能力是一件事情 第二个沟通的能力 如何能够清楚表达 自己想表达的意思 而且不仅是讲 甚至是要聆听 如何听清楚 别人想问的事情是什么 如何能够知道别人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沟通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常常看到目前的学生 常常会是有两极话 一种是不太愿意讲 有一些是只讲不听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 双向的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我认为说专案管理的能力是重要的 因为有些可能是太细 有些人看得太细 有些人看得太大 而没有执行能力 如何能够兼具大局的方向 又能够有细节的管理 这样的专案管理 是我们在看的一些人才其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希望 在目前所有的学生们 或者是对于职场上面 有一些想追求的专案管理能力 是重要的一环 另外数据分析能力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常面对 尤其现在大数据充斥 你如何能够在一堆数据里面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微小的信号 而能够把它变成有用的 information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培养 否则我们会跟一般人 人云欲云 不会看得到事情背后的 那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那最后一个 其实我也在提醒我们自己 还有所有的在就职的这些同仁们 甚至是在学的学生们 我们现在很难做到 所有的说面面俱到的人 但是我们不要让我们 有致命的缺点 同时我们要找到 什么是我们的专才 我们的spike 我们有没有一些 特别unique的能力 是别人没有的 而能够去加强 这些我们是看到有 希望能够有这种独特的优势 是我们认为 每个人应该要去具备的 那个能够让我们 每一个人能够 很明显的stand out 基本上就是语言能力 沟通能力 专案管理能力 还有数据分析能力 再加上一个自己独特的优势 是的 那有人就会问 我们在讲这些都是个人的一些竞争能力 对 能不能做更多 其实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如何能够透过这些 在创造更大的影响力 那就是teamwork 团队合作 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 把我所希望期许 我们看到下一代更优秀的年轻人 或是在职场上面 正在寻找自己方向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三大类的条件 能够看看说 自己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包含个人的基本条件 提升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还有创造更大影响力 这几个条件 非常有逻辑 CT有没有可以给您几位一些建议 对 William的teamwork的态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团队的精神 没有现在所有的高科技 所有的创新 所有的东西 不太可能 可能有一个人发起 但是到最后完成的时候 一定是一组团队去完成的 那achievement一定是所有的人 不可能是就个人 另外要提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我觉得passion for learning 很重要 就是你要乐于去学习 那个学习的动力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Maurice 张总事长 甚至他下班常常阅读 很大量的阅读 即使他很老了 他还是在读书 那我觉得这点是蛮可敬的 那我记得经验是 当我在台积电的时候 我下了班 我没做很多事情 那四年我记得我每天晚上都 Mankay说的paper 只要你可以查得到的 有关我的专业的paper 我几乎把它读完了 因为我要逼自己最快的速度 摄取所有我该得到的东西 当然我也从别人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那是同时的 但我自己怎么要求 我自己能够快速成长 我也从能够收集到的资料 能够得到学习 那建了Land 我从工程师开始 我也是很乐于学习 甚至我自己飞到总部去 我就主动找人去问 一些Pasma相关的 他为什么这样design 为什么这样 我找了很多科学家 直接去问他们 我跟他们约了时间 我直接问他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那样 就一直好奇 想知道 为什么这些技术能够突破 他当初怎么想的 这个范围之内 我发现我学到很多东西 这不是老师能够教你的 这也不是别人马上可以教你的 就只要主动 Proactive 就是主动的去学习 去了解 这样我想这成长才会快 同时你又假如还有 很强的所谓teamwork的话 我相信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员工 我蛮认同的 这个很有感 因为这个我们前阵子在网路上 也看到有些年轻人 在脸书 IG上抱怨 说这家公司烂死了 这个我去都没有人带我 当然一个好公司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 mentor的制度去带员工 可是我觉得刚刚CT分享的 我也想给一些年轻朋友参考 你自己本身也要负一部分 学习的责任 你要对你做的事情有热情 你看他刚下班 两位下班都阅读大量书 自己看paker 这不是老板逼他的做的 而且他自己去学 自己去看文章 自己去上课 他白天到公司 他又可以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问公司里面的同事专家 这成为一个正向循环 不是说你到了公司 你很年轻 你就等着要有人来带你 教你 喂知识给你 其实你会看到 不光是今天两位前辈 我访谈过很多很优秀的 这个管理者 在职场上很有成就的人 他们都讲了一样的话 就是你要有学习的热忱 而且要主动去学习 人家才能 才会帮上你 那我觉得今天的访谈 我自己学到了很多 因为你其实不太有机会 真正面对面 跟这个一流企业里面的 高阶主管 听听他们 剖析自己的企业文化 剖析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是蛮难得的 最后我也想同时问 William跟CT 现在的年轻人进入职场 其实跟我们那个年代 又很不一样了 我其实也要帮年轻人 讲讲话 因为这个时代 跟我们那时候求职 更多元更复杂 虽然看起来选项跟资源 还有科技都比较多 可是路感觉多了 可是每一条路 到底会通到哪里 却是不清楚的 像以前我们父母 甚至更早 被他们找工作 只要你好好念书 进了一个好公司 大部分可以稳稳地 做到退休 可是这个时代 其实质押的选择 变得很困难 可不可以请两位 如果你有机会 对他们说话 比如说他可能是大学生 或是职场新鲜人 您会怎么样 给他们一些指引呢 我想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来到大人的small talk 然后有机会 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跟大家说说话 我非常赞同说 现在的年轻人 面对的挑战 比起我们之前 所面对的复杂许多 但是相对的呢 大家也有更多的资源 能够协助各位 我这边希望能够 有机会给大家的一个期许 是要有面对不确定 未来不确定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它 不要担心 勇往直前 因为我相信各位的训练 各位的能力 都足以让自己 能够找出一条好的路 是 那如何能够坚持 这样的一个勇气 去面对不确定 是重要的事情 是 用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 来看这些不确定 是的 对不对 非常好 那CT呢 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年轻朋友说 我觉得年轻朋友 除了work hard以外 有点work smart 就是要利用 不管你桌边资源 或是以后到职场上的资源 来协助你成长 学习等等 这很重要 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用英文 就是discipline for persistence 就是你要坚持一个东西 当你有些坚持 你有些持久 像跑马拉松一样 你跑一段 你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不要那么快就换跑道 不然常常换跑道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会建议 年轻人就是有discipline 像waiting那么好的discipline 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小看的 每天的一点一滴 就像我们讲的原子习惯 原子习惯 对 看起来一天才1% 但是最后是37倍 你就知道 那个persistence 绝对是重要的 它是有一个复利效应 对 所以我是鼓励 所有很年轻的朋友们 这个部分真的是要 听听老人言 确实啊 很多时候 你工作上的成就跟成就感 不是说你努力一分 马上就会得到一分 你需要长时间有纪律 最后你才会发现 突然间 这个工作的成就感 涌易出来 这是需要时间的 很认同两位的分享 那非常谢谢 今天两位来上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今天 这个聊了很多 其实很多也对 不管你是不是在 这个科技业 我觉得都对我们职场 有一些 非常广泛性的建议 对大家应该都很有帮助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跟两位多聊聊 非常谢谢 谢谢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